欢迎来 1 2 3 安心 安心 祝福 今年的全运会 基隆市代表队夺下三金二银三桶的好成绩 在游泳 橄榄球 还有跆拳道品式项目 表现杰出亮眼 市长谢国良在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的陪同下 亲自加冕获奖的选手与教练 也进行现场座谈 关心基隆的体育发展 目前遇到了哪些瓶颈 有断层的现象 是因为中兴国小的体育班被废掉 所以我们一直就是没有选手的来源 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个机会 就是说他如果说能够帮我们拿到奖牌 那我们这边市府这边可以帮忙安排他就业 那当然说就业不见得说 一定每个人就是一定是教练 甚至我们可以安排说比如说环保局 那甚至说田径厂的人就是负责人 由于体育班往往面临招生不足就宣布停班 恐将让选手的培育出现断层 因此市长宣布明年113学年度 要恢复办理中兴国小游泳体育班 当场我就宣布 我们一定会调整我们的教育资源 让我们中兴国小的体育班 能够在明年度就要一定程度的逐渐恢复 因为你还是要三极致 不断的训练我们的选手 将来才有机会在全运会达到好的成绩 他不会凭空出现的 刚才各位教练还有各位选手 所表达的一件我们市长都听见了 还有我们杨处长在这边 我相信在市长的政策领导之下 我们体育会也会全力来配合 我们政策上的一个导向 来跟我们体育的各位好朋友们 好同学们大家来努力 那当然有专班的话就需要有到教练 所以未来的话也希望说我们市政府这边 那当然议会这边的话 我们也会大力来鼓吹 那可以呢这个聘任我们更多的专任教练 未来对于很多选手 其实也不只是说只有得到金牌的选手 应该是说对普遍的选手们的一个就业 要一个辅导 那我们教育处可以用一个伪办案 委托人力资源相关的公司企业或协会 来针对体育选手的职业出入 来做一个协助专案的协助 对于基隆的选手 这可以做 这我们一定明年度就会来做 副市长邱佩玲也来到现场 恭喜获奖的全运会选手 全运会期间 副市长亲自到台南观赛 为基隆队加油打气 选手奋战的精神让他很感动 市府将结合所有资源来照顾并培育选手 让更多的优秀人才为基隆争光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